第39章 微型宇宙 罗锋明白 要想要成功 必须从兽神界入手 也明白 做山客老师付出那么大代价 让自己尽兽神界 定时这兽神界会对自己有大益处 于是 罗锋开始了再一次游览兽神界 这一次 罗锋非常认真仔细 首先在一平原地面 世上留下的秘法雕刻 学了两套振幅类秘法 一是灵魂振幅类秘法 名为九封锁 修炼到极致可令灵魂振幅99.99 其实也可以算成100倍了 一是神体振幅秘法 名为金之兽神 修炼到极致也能达到100倍 罗锋元以为自己修炼会很艰难 可没想到金之兽神是一气呵成 短短三天便直接修炼到最完美境地 不管是磨砂族分身 地球人本尊 优海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都能施展这套神体振幅秘法 能这么快 罗锋暗想 怕是和自己神体是完美生命基因层次有关 至于九封锁 是对虚化神力的极限控制 对意志意识要求都极高 不过罗锋的意志 意识都是宇宙霸主水准 而宇宙霸主们在灵魂阵服上几乎都是达到完美地步 罗锋修炼起来倒也容易 耗费了一个多月 竟然也将九封锁修炼到完美地步了 我的虚化神力 意志 意识都是宇宙霸主水准 修炼起来竟轻松成这样 罗锋暗叹 这就是实力不同难度不同 如果是锋芒不朽 恐怕成千上万的锋芒不朽中 都没有一个能将这九封锁修炼到巅峰了 九封锁 金之兽神 这两套振幅类秘法耗费一个多月炼成后 罗锋则继续游览整个兽神界 兽神界有六十四座兽神雕像 八大天生兽神 每一天生兽神都有八座兽神雕像 有秘法绝学数万种 宇宙之主究极绝学三十六种 宇宙之主巅峰绝学一百二十三种 宇宙尊者究极绝学三千多种 宇宙尊者巅峰绝学更是数万种之多 还有大量的一些看似随意的法则密文 那些秘法绝学大多看不懂 只有最粗浅的一些秘法还能隐约看到些许 观看研究绝学半年多后 罗锋来到了金之兽神的其中一尊兽神雕像前 仰头仔细观看着 那些绝学对我没用 那都是其他强者所创 即使我学会也是最适合他人的 在我手上威能是要弱很多的 罗锋看着兽神雕像 而很多秘法中都有描述是参悟兽神雕像参悟 就连宇宙之主都参悟这些兽神雕像 整个兽神界最珍贵的就是这六十四座兽神雕像 罗锋盯着 兽神界其中一山峰之巅 十足悠闲站着俯瞰遥远处那广袤森林中 一尊金之兽神雕像前站着的罗锋 轻声道 竟然站在兽神雕像前足足三年多 看来你是意识到兽神雕像才是最珍贵的 对 我星空巨兽联盟 但凡有资格进来的绝世天才 超级强者 都是能够明白兽神雕像才是关键 明白这点的很多 可从中悟出绝学的 特别是悟出宇宙之主究及绝学的 却极少极少 而且悟出宇宙之主究及绝学的 进阶都是宇宙之主 始祖道是悠闲自在 他自己清楚 兽神界其他那些密法看似珍贵 其实不算什么 六十四座兽神雕像才是无价之宝 罗锋在金之兽神的八座雕像前 短则参悟一年多 长则参悟八年 至于雷之兽神 光之兽神等 其他兽神雕像 参悟时间则是短得多 毕竟他不是走其他兽神之道的 六十四座兽神雕像 足足耗费五十二年 越看越觉得完美 金之兽神八座雕像 罗锋感觉观看 金之兽神的八座雕像后 金之兽神的愤怒 喜悦 沉静 咆哮 疯狂 各种情况 进阶熟悉于心 闭上眼都仿佛感觉 曾亲眼看到那天生兽神 金之兽神 少一座雕像都会觉得残缺 罗锋暗自点头 其实单单看六十四座雕像 只要是一名强者 就会感觉到六十四座雕像 是一体的 六十四座雕像上那些代表宇宙制造的密文感觉 能够结合形成一体 完全能构成一套超级绝学 就仿佛一对男女 一眼看去就感觉是夫妻 六十四座雕像 静下心观看 便感觉是一体的 来到兽神界的星空巨兽联盟 每一位强者 估计都能感觉到 可是 没谁能悟出这套终极秘法 罗锋暗道 因为兽神界那最厉害的三十六种宇宙纠集密法 有些是参悟 金之兽神所悟 有些是参悟雷之兽神所悟 偶尔有参悟两种兽神所悟 可从那些密法雕刻留下的威压来看 威压相当 显然密法层次都相差无几 若是结合八大兽神雕像创出的超级绝学 应该绝对凌驾其他密法才对 学会两套阵服密法 又研究过兽神雕像后 罗锋开始研究自身 要成功 一靠兽神界 二靠我自身与众不同的 三靠世间 兽神界我算是仔细悟透一遍 而我自身真正算得上与众不同 连星空巨兽联盟历代超级强者 除了十足都无法媲美的 应该是九节密典 星辰塔 天赋密法 我为宇宙无尽优害 罗锋暗想着 九节密典 宇宙独一无二 星辰塔 宇宙至强至宝 星空巨兽联盟除了十足 其他存在有至强至宝的概率估计极低 至少罗锋没听说 天赋密法 我为宇宙 这是完美生命基因层次后 宇宙赐予的天赋密法 须知许多逆天 独一无二的特殊生命 也就数千倍生命基因层次 近万倍的都罕见 更别说达到完美的了 星空巨兽不是特殊生命 除非再有类似九节密典的手段 恐怕很难达到这一程度了 无尽优害 代表着神力几乎无穷无尽 可惜自己在另一个宇宙 根本没法吸纳无尽优害的神力 说做就做 原始宇宙 罗锋地球人本尊 先是前往星辰塔 研究着星辰塔上的无数星辰 通天支柱等上面的密文雕刻 可惜 感觉比寿神界中那些宇宙之主 究极密法还要深奥 完全看不懂 接着 又仔细研究九节密典内容 这纯粹是一套提高生命基因层次的密法 而且论深奥程度也堪比星辰塔密文 远超宇宙之主究极密法 同样不懂其中奥妙 只能按部就班去修炼 再接着 回到无尽优害 开始施展天赋密法 我为宇宙 罗锋的其他分身 都没法施展我为宇宙 除非让敌人进入神国 神国中的无尽优害 则是能够施展我为宇宙的 天赋密法 我为宇宙 轰隆隆 顿时无尽神力海水 燃烧化为无尽能量 在无尽优害的上空 直接出现了一巨大的直径 百亿公里的成椭圆形 弹状的球体 微型宇宙 这便是宇宙 微型宇宙 罗锋意识融入 这微型宇宙中 感到无比激动兴奋 自从得到这天赋 密法我为宇宙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施展 按照应刻 在意识中得 无比玄妙的天赋 密法驱动时 神力消耗速度 简直大的可怕 几乎刚一启动 一头金角巨兽神体的神体 就完全消耗没了 幸好无尽 幽海足够的广阔 微型宇宙 苍茫宇宙 直径百亿公里 包容一切 在这宇宙中 茫茫虚无 隐隐有着混沌气流 而微型宇宙本身 便是罗锋 好玄妙 绝对的掌控 绝对的控制 罗锋在化为 微型宇宙的一瞬间 便明白 自己可以分出 部分神体 在宇宙内 和敌人厮杀 在自己的 微型宇宙中 携微型宇宙之压迫 自己实力 能提高极多 对方则是 被压制极多 这仅仅只是 附带的一个能力 最强的手段是 宇宙爆炸 罗锋 罗锋卫之惊叹 他只要一个意念驱动 便能令这个微型宇宙 瞬间塌陷陷入 宇宙大毁灭 微能之大 简直不可思议 好玄妙的秘法 竟然有这等 逆天的天赋秘法 化为微型宇宙 罗锋卫之感叹 同时一时 也开始仔细研究 整个微型宇宙 巨大的椭圆形球体 微型宇宙的薄膜 使无数能量 在一根根法则丝线 窜连下形成 巨大的法则 密纹图中进行转化 化为混沌气流 混沌气流环绕 这巨大的密纹图 便凝结成薄膜 其他混沌气流 则是在微型宇宙中 不断飘散着 巨大的法则密纹图 这是罗锋 根据天赋秘法施展出的 他完全不懂 而且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这法则密纹图 这法则密纹 图成椭圆 形球体形状 由亿万根法则丝线 串联交叉构成 复杂万分 这套法则密纹图 便是微型宇宙的运转规则 而罗锋 神力消耗的能量 则是供应 整个微型宇宙 消耗的 准确说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宇宙 真正的宇宙 能量是循环使用 应该永不消耗 可罗锋能量 却是一直在消耗 显然这套法则密纹图 应该是整个原始宇宙 真正运行规则的一个 极为简化的初始密纹图 可即使如此 已然令罗锋睡目结舌了 太 太 罗锋完全被这密纹图震撼了 这密纹图 有着震撼灵魂的美丽 比一切究极密法还震撼 甚至比那一座座兽神雕像上的密纹 还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Patreon